- 彼氏になってあげる - そんなセリフ言えるくらい - 強くなって君に告発 - 最高の瞬間に YO!哈囉!歡迎回到至高的收藏 我是問貼的同居日 我覺得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應該已經8月底了 那到8月底的時候 其實7月新班好像已經過了一半了嘛 不知道今天大家 最喜歡的是哪一個新班 最具話題性的就是 Licolese嘛 除之外還有一部非常熱門的動畫續作 然後那時候大家都換了一輪老婆了 那就是我們出租女友的 Mizuhara 將啦 其實我已經猜出來了 這一個題是我同事送給我的 不是送給我 賣給我的 為什麼今天我們勞作的主題 會選這一款一番賞的Mizuhara 因為我覺得 它其實是目前所出的所有 比方說PTC 到景品之中 我最喜歡的一款造型 造型 對因為通常以我自己購買的標準 我覺得最重要的 都是原型要好看 但它最可惜的地方就是 塗裝品質 就是一般賞的等級 主要比較有差的就是 漸層感的使用嘛 比方說頭髮 或者是衣服的上色塗裝 在官圖都非常的漂亮 這也是為什麼當初我覺得 欸這題真的非常的棒 因為官圖真的做的超美 然後實體的話 當然是一定會有點落差 主要這次我想玩一點顏色啦 就是再做一點 隱影漸層感的加強 然後皮膚可能再調白一點 看看有沒有機會 把他內衣給透出來了 把他內衣給透出來了 所以他穿什麼顏色的內衣 我猜粉紅色 既然你看他內褲都粉紅色的 他內衣應該也是粉紅色的 那也是黑色啊 為什麼 內衣不是都要穿一套 沒有啊 沒有這規定嗎 好啦 我們不攪勒了 那這次我們就是照 過去的做法 讓大家了解一下 關於這景品 重新上色 是怎麼猜的 到底要想改色 上色的話 該如何處理 いきましょう 開始 You're so perfect and nothing like me I'm floundering in your presence like always There we go again Always feeling like a fool in front of you I can't seem to find the words to say to you It's all on your phone Your light shines way too bright for me Will we ever seem to find the right way? It's hard to say Well we'll come out of this I don't know who will say If this is fate Once again we see Trapped in our own little fantasy You and me Not as one Will we ever find the end of it all? I know you said it all We'll be okay It is just like fate A place that we felt one another You and me Face to face We can't find our happy ending Together take your hand in mine Why do I get so nervous around you? To say to ask me all just feels all wrong You're so perfect and nothing like me I'm floundering in your presence like always There we go again Always feeling like a fool in front of you I can't seem to find the words to say to you It's all on your phone Your light shines way too bright for me Will we ever seem to find the right way? It's hard to say What will come out of this I don't know who will say If this is fate Once again we see 我們這邊大概花了兩天的時間 終於把整個模子利用熱水法 把它拆除完了之後 終於修模我們也完成了 那不管是塑膠模型的製作 還是像這種景品的感色 我覺得第一部的底氣處理真的蠻重要 因為我們用肉眼去看平常的一個塑膠成形色 有時候是很難會發現上面的一些小瑕疵 那經過了一層底氣處理之後 比方說我們的大腿 其實大腿上面有很多的孔洞 是他原本在膚色的成形色上面 難以發掘的 那我們只要上了一層灰色的底氣 他的瑕疵就會變得很明顯 那除了這種孔洞瑕疵之外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們可以檢查出上面一些比較難發現的分模型 而在一般的色素成形來說 分模型其實是必然會出現的東西 就看當初設計有沒有把它隱藏起來而已 比方說頭髮的部分 在一開始做了非常仔細的銳化之後 上面還有幾條比較明顯的分模型 我們就把它都通通給磨掉了 只是這次米茲哈拉真的婆爆了 所以在頭髮方面 還真的很用心的把每一根都把它銳化了 看起來少了幾分玩具感 然後多了幾分銳利的感覺 因為元件在上面做了很多的分件 那勢必會出現許多比較不掏血的接縫 那這邊接縫的話 我們是直接使用了補塗 來進行填補了之後 再來經過反覆的修整 還有底氣的檢查 終於把它變成現在這個 比較沒有瑕疵破綻的狀態 那如果是在不需要塑型的狀況 比方說我們的衣服 我們這邊衣服側邊的連結處 也一樣做了無縫的處理 那這邊的處理 我們就直接用瞬間教來做了 因為這邊主要目的是只有黏合跟填縫而已 不像是頭髮 還要做一點比較像是弧度般的塑型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把所有零件給組起來了 因為我們在拆解的過程 其實多少 都會有一點形變的狀況產生 那這個形變的話 可能會造成我們之後 在組裝方面 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攻差 那假設我們發現這個攻差的時候 就必須要馬上處理 比方說 消切它的卡榫之類的 來打撈之後我們上次完成 在組裝後 會有一個比較密合的狀態 所以在上完底氣之後 其實甲組也算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You and me 在組裝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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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妄想しちゃって分から回ってハマってく ガラスみたいに繊細な男心 本気の分だけ強くなって変わっとく 縮まない距離 曖昧な関係 ああ 笑えない 胸の中を見透かされたい 気づかれたいなんてね 彼女になってあげる それがセリフだとしたら 好きに進ませて宣言 心の中だけ 弱い君も知ってる 強がる君も知ってる 全部君だって知ってる 僕に守らせて 彼女になってあげる そんなセリフ言えるくらい 強くなって君に告白 本気の分だけ強くなって変わっとく 縮まない距離 曖昧な関係 ああ 笑えない 胸の中を見透かされたい 気づかれたいなんてね 彼女になってあげる 彼女になってあげる それがセリフだとしたら 胸の中を見透かされたい 彼女になってあげる 彼女になってあげる それがセリフだとしたら 好きに進ませて宣言 心の中だけ 弱い君も知ってる 強がる君も知ってる 全部君だって知ってる 僕に守らせて 彼女になってあげる そんなセリフ言えるくらい 強くなって君に告白 最高の瞬間に みなさん 俺の連絡彼女 みずはら 屬於我自己的 初族女優 理想中的初族女優 終於被我完成 你意思是說 他穿這樣是你理想中的樣貌 這個完全都是意外 我剛剛只是想說在組的時候 先不要裝裙子好了 然後用藍釘膠 先把他上面的幾個零件 都全部都先結合在一起 意外的 這感覺不錯對不對 你看他屁屁 那種上空不是下空的感覺對不對 因為從我們底下看上去 他這屁屁 這看起來完全沒穿的樣子 只是他原本蕾絲內褲 是做的那種珍珠色的樣子 只是他珍珠色做的有點沒質感 所以我這邊也是 捨棄的珍珠色的做法 把他弄的比較像是一個 消光的淡粉紅色 然後再把他畫上前面的蝴蝶結 蝴蝶結才是內褲的靈魂 當初我第一眼看到這個圓形的時候 我就覺得 應該把他的 襯衫的磅數給調低 第一眼決定要先做這個就對了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那個 reality 以前不是學生時代的時候 就是 如果你穿 深色的淚衣會透出來嗎 尤其是好 你念到什麼 國山高山的時候 你制服已經洗了三年 就變超薄了 好 我們把裙子裝回去好了 不要再鬧了 你看他被黃標了 被黃標就糟糕了 他那個腰帶你也有重新出地 欸對啊 他的腰帶 為什麼我全部都重塗了 你能想像到的我都重塗了 眼睛沒有什麼 好啦 眼睛真的真是偷懶 我們把 本體給安裝上去啦 不過這次比較特別的是眼睛的塗裝 我覺得 因為我們沒有直接把它做重塗 而是在他上面 做了一點修正 一開始先使用亮光透明漆 薄薄的在臉部上了一層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上面用水晶漆 做一點壁圖 像說把他眼睛上面的反光 再做得更大一點 然後眼睛下緣 其實動畫裡面有一點細節刻畫 所以他這邊下緣的部分 也幫他補了一點細節上去 當然為了讓臉部的膚色 符合我們全部重塗的皮膚 所以這裡 我們也是單純把眼睛做了遮蓋之後 簡單上了一點膚色 並利用美妝的粉纏 幫他上了一點腮紅 只是真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的眉毛嘛 他的眉毛會被我們的 比方說膚色的部分 給蓋住一點點 然後看起來就比較淡 那這邊在整個膚色上完了之後 我們就直接利用龍劑 慢慢的擦拭掉他眉毛上面 薄薄的一層膚色 讓他底下顏色露出來 但他底下眉毛的光澤感 跟他膚色的消光感 會有一點落差 所以最後我們再統一 噴上了一層肌膚質感 讓他呈現一個完美的消光狀態 當然在髮色的部分 我們這邊也調淡 這邊就可以明顯看到 其實他整個的顏色 原本是偏黑的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他的外套部分 因為他官圖的顏色 是有點偏膠航色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膠航色很棒 所以這邊為了還原出他官圖的樣子 把它做了一個膠航色的感覺 然後在衝突了之後 我們還上了扭扣縫線上去 最後就是鞋子 我覺得鞋子差別也很大 因為這邊鞋子想做出一點 強烈皮革的感覺 然後把高光再打得更強烈一點 所以跟原本的鞋子已經有點天差地遠 加上鞋帶也一樣是有做多餘的上色 不是多餘 是應該做的上色 有差別的還有他旁邊的包包 我覺得包包也是很強烈的部分 因為你看他原本在動畫裡面的包包 他其實他的這件的蝴蝶件 是紅色的 但是在這款一番賞裡面 製作紫色的 有點奇怪 所以我們這邊基本上就還原出動畫裡面的設定 可是經過這次的製作 所以我覺得有點壓力 其實原本的圓形 塗裝上已經算是我覺得很有水準 就是我們把原本圓形拿過來好 等一下 我把臉裝上去 先這樣好 先這樣好 呵呵呵 先這樣好 先這樣好 好精神 可能一不小心我照著自己的想法 一頭垃圾下去 做不定還有原本的東西還要擦 所以這邊就準備了第二次來比較一下 就是說邊噴的時候邊看說 應該沒有輸吧應該沒有輸吧 這樣子 壓力好大 對啊對啊對啊 好啦我們這邊多一隻圓形對不對 沒有臉 他臉被我弄爆 來來來 那個 臉跟頭髮 要承認了嗎 對啦 因為我們這邊多 我們這邊多一隻 然後因為他的臉 被我玩爆 就是我手劍 所以如果有人要的話 訂閱加留言送給他 呵呵呵 誰要這個東西 誰要這個東西 你給他看他眼睛 我只是 手機拿髮型器壞壞 然後我之後想一想 算了 太浪費用時間了 好啦好啦 抽到朋友 我幫你把他的裙子給拆掉 可以吧 可以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分享 最後也別忘了訂閱加開小鈴鐺喔 那我們 下次見 掰掰 就像你想不出來 咚咚咚咚皮的歌怎麼唱一樣 我現在我我今天有想 然後想不出來你知道嗎 咚咚咚咚皮 哈哈哈哈哈 我就跟你說 走出來就會忘記 咚咚咚咚咚 你現在吼得出來嗎 太強了 太強了 哈哈哈 千樹 千樹 對嘛 我記得叫七什麼的 七開頭的 七開頭 對啊 日文嘛 七什麼的 七砂流還是什麼 知道你自己 七砂豆 七砂豆啦 看到前面了 七砂豆 他幹話很多耶 我覺得 我覺得一開始很好看 但是 到中後期 就覺得有點普通了 到現在中間 中 中期就故事還好 你坦克叫什麼 林小露 林小露 你最喜歡的 不是這兩個 我最喜歡 Overload Overload也很棒 你沒有看 Overload Overload一直都很棒 然後 最喜歡的 來自異世界叔叔 跟他停更兩個禮拜 畫不出來嗎 對啦 我昨天 終於看了最新的 不然就走在路上 欸 胖子 見下 欸 台灣有出租女友這種軟體嗎 台灣就有交友軟體 好像不用付錢 找個全民豬遊網 豬遊網 真的有這種東西 要 豬豬女友 豬豬女友 欸你要發信給他 然後我們跟他要業配 然後可以自如紀念這支影片 來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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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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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點興趣 幾乎ですか 十星五百塊 全民豬遊網 來 你可以不要用我的手機去亂按嗎 這樣一直要賣多少錢 這樣一直要賣多少錢 欸我覺得 最近觀眾一直來問 老實說我覺得做這支 還蠻花時間的 就是說 第一他分件蠻多的 第二就是菜完之後 他會有點形變 那形變在你組裝上去的時候 感覺一開始會沒問題 但最後就是要完美密合的話 你要下很多苦心 你黏是黏的回去 但你不太能黏出 原本的一個形狀或角度 而且像他這個外套是有點彈性 可以我們可以輕微的凹著 那我們其實一凹到一撞到 他的漆會裂開來 所以我們在凹凍這個外套的時候 他漆就有輕微裂開的狀況 所以我們整個塗裝完之後 發現裂開的部分 還幫他補了一點顏色 喔 常用就對了 嗯 對啊 我其實今天一整天下午 都會幫他補一些裂開的顏色 而且噴一層他那個裂紋 不會填平 知道吧 我是厚噴好幾層之後 把他裂紋給填平 因為他不像我們之前的 3D獵鷹的作品 就是沒有一個基準 去比較嘛 所以我們隨便塗的話 看起來就不錯 那這邊的話就有一個 基者在這邊的話 我們最起碼不能輸給他 隨便塗的話應該都不錯 哈哈哈哈 我們隨便塗應該都不錯 行啊 給大家練習 畫眼睛 不要每次都我做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這次他很沒做 好啦好啦好啦 記得PS喔 不想抽獎的人 記得不要PS 不要複製別人的留言 規則就是這樣 補合就 補合就給他吧 也是很隨便的抽獎 啊不然 我真的覺得這次上次什麼 都 都不會太難 最難的就是把他裝回去 裝回去真的超難 我花了一個晚上把他裝回去 我裝一裝 然後他的外套就裂開 你知道嗎 他外套的漆就裂開 我就吐血了 他裂開不是裂一條 他會像揍我一樣 就整個撕散開 像那種 那種 蜘蛛網那種 蜘蛛網那種 睡裂方式 你知道看了我就頭痛 然後我不想 我到底要不要殺青 我就這樣裝沒事 然後就這樣拍完 然後最後想一想 不行不行 我還是要幫他 弄得完美一點 然後你看他這個手 看他手 跟他這個原本的手 比起來 角度是不是有點不太一樣 比較偏外面 對 比較偶一點 對就是因為我們拆的時候 有點變形 所以 我們就要黏回去原本的 的卡榫 他的手 還是會 就是角度不太一樣 好啦好啦 掰掰 掰掰 垃圾車來了 比起來 會不會 不會 在你 做 做